Hello 大家好 朱昌道 前幾天21日上海普通機場又傳出一宗乘客大鬧登機口事件 網傳在上海有隊乘客在機場因為登機行李箱超標2厘米 和春秋航空工作人員發生爭執 乘客堅持要求帶著大拖行李箱登機 被工作人員追到登機口阻折他 要求他給700元人民幣的超規行李費 或者將裡面的隨身物品拿出來之後 托運行李箱 影片顯示女乘客發錶 說2厘米這麼少 憑什麼要給700元 說春秋航空窮到這個程度 據了解這名女乘客在登機口爭執一段時間 最終都給了這些費用 航班也準時起飛沒有造成延誤 消息曝光之後 不少網民通緝他麻煩客支持地勤 如果誰都可以通融 這樣中得了 其實上飛機前應該自己檢查好行李 合不合規 有一件事他真的不太對 因為他在辦登機手續的時候 人家都叫了他托運 但他又不托運 總是拿來搞 據內媒介面新聞報道 春秋航空回應 那名乘客名下有20公斤 托運行李的壓度 在櫃台直機的時候 工作人員發現 旅客攜帶的行李超規格 即是大了 提示他要托運 如果上機將會產生超規格行李費 旅客這位阿姨堅持不托運 不知道他裏面有什麼名貴 在登機環節才發生 影片裏面的一幕 最後結果 旅客將隨身的行李 裝了進春秋提供的袋裡 再拿上機 超規超大的行李箱 留在機場 由航空公司保管 翌日再拿回 春秋航空說 收費主要目的是 為了減少三超行李上飛機 不是以收費為目的 那倒是 如果每個人都可以通融 帶過貨櫃這麼大的行李箱 上機的話 機倉還得了 變擠得落 放不到上面的行李架 又會對乘客的安全 構成威脅 不知道要來做什麼 所以內地有部份的乘客 都很麻煩 一點都不文明 好 你們集中先 想支持我 謝謝